我播报的时间是12月7日的情况 我分享一个飞鸽的感受 政变至今 最大恶极的军人集团 终于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 他们窃权之际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的结局 多行不义必自弊 印度外长召见了缅甸外长 缅甸副外长 中国外长也约见了恐怖军人外交部部长丹瑞 指出了明昂来武装在内战当中的失败 提出了对军方的意见 泰国在4号就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 对缅甸恐怖军人明昂来为首的即将失败 做了不知 缅甸邻国对明昂来武政变集团都已经失去了信心 对他们在缅甸国内针对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这也奇怪了 这刚刚正经 这找干嘛去了呢 在国际上明昂来也是速导胡申算 韩国发给了军方派遣驻 韩国大使2023的年奖也将被收回 刚发了几个月 现在就要收回来了 组织建议国际法庭对2017年军人集团 对罗欣亚人犯下的种族灭绝进行追究 发放国际逮捕令 逮捕以明昂来为首的六个军人 凭借明昂来自己的自身实力 连拿着火药枪的人民都干不过 更不要说国际军团了 谁也不会把他当回事啊 说抓就抓了 但估计明昂来知道自己犯下的滔天的罪行 缅甸未来的NUG政府 应该让他受到人们的审判 军人集团政变之后 把这个国家搞得千仓百孔 人民深受其害 要电没电 连交通用油 汽车现在加油都要日夜排队 有时几天都加不到油 物价却已经翻了三倍啊 民不聊生 这种恶人若老天有眼 应该尽快收他而去 或者打入地狱 还缅甸人民一个公道 恐怖军人在失败之际 做最后的垂死的挣扎 无所不用其极 在全国各地监狱犯 开始释放重刑犯 黑头蒙布压往部队 让这些人作为炮灰 对付人民国防军 这么这是多么邪恶的手段 NUG政府也提醒人们要多加注意 这些罪犯本是重刑犯 先被明儿来武装 用来对付自己的民众 这些人的手段更加残忍 更会给社会带来了危害 恐怖集团表面念佛 暗中长刀 这种可怕的是两面三刀 缅甸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 尽快消灭这些恶魔 因为这些重刑犯 他们的信息已经被评射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本身他们就是恶人 所以这些人还是比较可怕的 这就是现在飞哥分享的一个重要变化